说点别的 这个前两条报道了这么一件事 请到一位泰大哥非常的不幸 起子遭遇车祸成了支舞人 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一位好姓的苗大姐 他愿意和泰大哥组成一个新的家庭 而且共同去照顾他 卧病在床的起子 片子播出之后 我们也组织了话题讨论 那真是见仁见智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只知泰大哥和他的 已经成了支舞人的起子 离婚和苗大姐充建一个家庭 这个想法 这个信心 这个觉醒 刚刚下了时间不差 又有了新的说法 发来端信的观众中 人为泰大哥离婚是有情科源的 占据了大多数 便给泰大哥和苗大姐送上了自己的嘱咐 但同时也有一部分观众 对泰大哥这种做法提出了普通意见 观众仪 我觉得泰大哥不应该离婚 应该和植物人妻子 讽于同族 共同可不困难 观众二 一日夫妻白人 泰大哥不应该离婚 面对这些质疑 经过一夜 原本开朗的大街 小沉了很多 他说 他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对他和泰大哥不理解 一个是老公不幸其事 一个妻子我病在窗 大家说 这生活的担子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得了的 泰大哥上又老 下又小 中间还有个瘫痪在窗的妻子 外边仪式窄态搞住 全家人还得靠他央假户口 就是这样 他也没有放弃过 照顾妻子 我就是冲他这一点 他跟他走到了一块 就他这样的状况 难道俺还多稀罕 在他们中间插上一脚吗 一个贫穷的家庭 一个躺在床上的妻子 如果截入 会遭受很多的流言蜚语 但也正是因为大哥对媳妇的无为不至 感动了苗大街 大街才已然决然的选择了和他大哥一起 照顾我病在床的妻子 至于什么名分 大街说他从来没有考虑过 另外就是不结婚 我怎么要照顾他 那时间有的时候 谁能说的这么多的 那大哥 我还以为他微求了 我想给我一个名分 其实我我说微 外大街说 老胎是为了让三个人省货 更方便才提出了离婚 但大哥并不是跑下自己的妻子不关 而是选择了招个伴来一起照顾他 这也有什么错呢 做一切的话 我还是 因为可以的话 他问那个地方 我还是能往他去照顾他 那个家 面对职责 苗大街主动站了出来 要被泰大哥逃回拱岛 但当我们记者提出 要想和泰大哥通个电话 劝劝他的时候 可能是害怕让泰大哥再受伤害 把街拒绝了 有句话叫做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去说吧 我觉得其他人如何去评论这件事情 并不重要 关键是 泰大哥和苗大街如何脱山的 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如果说你们如果能处理得当的话 这个事情解决了既合情又合法 那现在说三道四的人 最终也会对你们输起大拨制 请不吝点赞订阅